坐落在玉里玉泉寺后方的慈航自在观音顺向 耗时将近两年时间 3月6号上午举行的揭幕落成启用典礼 玉泉寺董事长林德嘉表示说 玉泉寺后山长久以来都是证明 不论是清晨黄昏运动爬山的最佳去处 但因为长年没有管理造成治安死角及脏乱 经过玉泉寺的董事会决议要重新规划 向十方信仲募款才能够成就今天的成果 也希望民众可以珍惜 坐落在花林县玉里玉泉寺后山的慈航自在观音顺向 耗时将近有两年的时间 在3月6号的上午举行揭幕落成启用典礼 玉泉寺董事长林德嘉表示 玉泉寺后山长久以来都是证明 不论是清晨或者是黄昏运动爬山的最佳去处 但是因为长年未管理造成治安死角以及脏乱 经由玉泉寺董事会决议重新规划 向信仲募款才成就今日的成果 你们包括在走路的地 包括这个地都是玉泉寺的 都是玉泉寺的 可是我们玉泉寺愿意提供出来 我看到一个永怀领袖蒋宫的同向 被这样一去掉了 所以我心很痛 在多方的支持下终于将环境整理好 安座此行自在观音顺向 让玉里增添一处朝圣景点 林德嘉表示非常感谢董监士们的支持跟鼓励 以及各位十方信众的善款才有美丽的布道 以及大草皮鲜艳的花朵 董事长也呼吁民众请珍惜爱惜环境 记者高雄双玉里镇采访报道